有人说这个公务兵这个市场到底在哪呢 为什么要用公务兵 这里好处特别大 你像美国大量水平用兵 为什么呢 首先有一个好处是 这个战争容易带来这个伤亡 一伤亡 很多国内舆论反弹 你包括美国当年打越战 为什么美国国内反战那么激烈 就我们纳税人拿着钱 还得牺牲着性命 你这战争又不是什么正义战争 不是非打不可的 所以美国人反战情绪很激烈 包括借助阿富汗借助伊拉克 美国国内都有很多人反对 本来就反对 你要再死人死多了 那压力不就大了去了吗 所以美国大量的使用公务兵 公务兵有个好处是什么 这些人 他不是我们正乎军队 很多人都不是美国国籍 所以他死了 美国国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弹情绪 你像阿富汗战争期间 美国69%的部队是公务兵 伊拉克战争期间更是如此 伊拉克战争这9年 美国军队死了4487个人 这只是 你不要以为这些 仅仅就是说美国人死了多少人 不对 他所有军队的死亡人数 还有1542名公务兵死亡 没列到这里 而这死的过程比较惨 伊拉克人把他们打死了 之后又是尸体烧 又什么摘手势众的 由于这些人呢 他不属于正规军 所以不能享受 日纳瓦公约里提到的战俘 就你要优待战俘什么 他不算是正规军了 也不是战俘 所以他们往往被抓住之后的命运 非常悲惨 而且这些人死了呢 他不像美国正规军 又抚恤又什么的 善后很麻烦 他是雇佣来的 就是钱的关系 所以善后处理起来很容易 你没有必须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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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确定 他的短短短短短短短 如果一个公司的保护 是被捕捕 当他在军事上 有没有很大的折迹 他不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被捕捕 有一个身体的身体 就像我们在亚洲 和我们在Afghanistan 从美国的视频 没有人数据 在军事上 在军事上 和美国人很愿意使用公用兵 所以海湾战争最后 就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撤兵 说还留在伊拉克 有157名士兵 不止这些 还有剩下四五千公用兵 在那陪着的 说白了这公用兵好处理啊 把他罪责往他身上一推 还省事 所以这顾问兵 在临时公用人议上来讲 他不列入正式的伤亡数字 会减轻作战国家的 对自己国民解释的这种压力 所以这是 为什么顾问兵 打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呢 冲突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有很多国际组织 媒体在进行监控 你要使用顾问兵呢 可以绕开这些监控 万一失败了 轻人一举 推卸政治责任 我们的人没出动了 这是某方面势力 花钱雇的 等等等等 你看前不久的 乌克兰国内的冲突里面 美国一些西方国家 没法介入的时候 就曾经派出雇佣兵 到里面帮助乌克兰政治责任 来抗击反正的武装 近几个月 在基辅的游行队伍当中 一些人是被雇佣而来的 视频当中显示 顿涅刺客的街头 出现了疑似 美国阿卡德米安保公司的雇佣兵 使得之前所流传的 有外籍雇佣兵加入乌克兰军队的说法 变得逐渐可信 所以就是它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 同时呢 你使雇佣它地方可以减轻很多责任 不必负担政治和道义上种种不可知的风险 所以这是世界战争冲突当中 现在使用雇佣兵反而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